我做了我妈15年的老公 家里水管爆了 要我来修 她在工作上和同事间的局语 要我出谋划策 夜班凌晨下班 她要我去车站街 和我爸之间任何的矛盾和不顺遂 也要我来解决 身边所有人都夸她教育有方 说有的孩子生来就是讨债的 有的孩子则是来报恩的 我就是那个报恩的孩子 那天 她再一次当着我的面抱怨起我爸 她说我爸在外面找了小三 最近那小三还要给她生个儿子 这次回来是要和她闹离婚的 我说离了算了 可我妈却像被安装了 自动回复程序的中年女机器人 她不可置信地转过头 定定看我 然后说 玲玲 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 彼时我刚和交往三个星期的男友分手 对方发过来足足实业的电子文档 把从告白时的一只玫瑰花 逛街时喝的奶茶 还有一起旅游时买的冰箱贴 全都一笔一笔登记在册 她在向我讨债 我有些愤怒 却不想我妈反应比我还大 你对你亲生父亲都这样 难怪小智要和你分手 我看向她 她不找工作 那裤袜子要我来洗 我出差两天 她出租屋里就满地的烟头和酒瓶 叫我过去收拾 我只是她女朋友 不是她老妈子 那怎么办 你不会真要和她分手吧 完了完了 那你以后可怎么办 小智挺好的 分手了 你可能再也找不到 比她更好的男人了 她满脸忧虑 好像已经目睹了我的未来人生 就此完蛋 我满季毕业 现在是外企管培 上半年轮岗 部门领导都说我表现很好 转正后还准备给我加薪 我坐在我妈面前 把通厨房下水的铁钩放下 污水混着油腻 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妈 我和你不一样 我不会把全部精力 放在一个没担当的男人身上 也不会走投无路之下 随便生下孩子 更不会因为不敢和这种烂男人离婚 就把孩子当做老公一样依靠 即便一个人 我也会过得很好 我妈抬起手 又一次想将巴掌扇向我 却被我一把攥住 她老了 脸上皱纹丛生 眼白开始发黄黯淡 并绞生出许多银丝 力道也比以前弱多了 我看着我们交握的手腕 感受着脉搏里的生命力 快意几乎要从胸膛里冲出来 下次下水到堵了 别给我打电话了 我把AAA下水通的电话转给她 小区有人专门做这个的 51次 很便宜 比我来得快多了 在她的咒骂中 我离开了她的家 出租车上 我的思绪还是不由地被拉回国王 我明明是我妈的女儿 却做了我妈15年的老公 她和我爸大约在我年幼时 甜蜜过几年 可自从我爸被外派去香港后 我妈就慢慢变得不一样了 她开始无比依赖我 一开始是在菜市场买菜时 她每拿起一样 都要先询问我的意见 玲玲 吃不吃这个 玲玲 今晚做这个怎么样 所有人都夸她是个好妈妈 住在我家楼下的王奶奶 把我妈拽到一边说悄悄话 小宋 你这么管孩子是不行的 罐子如沙子 你得学会锻炼孩子的生活能力 那天王奶奶引经据点 说大院里哪户人家 如何宠溺孩子 导致孩子上了小学还不会系携带 以及对面电力局副局长的孩子 上大学后没有父母照顾 最后从人人称献的天才少年 堕落成生活不能自理的精神疾病 患者的故事统统讲了一遍 开始我妈不以为然 但偏偏没过几天 她因长期加夜班 和突如其来的气温骤降 患上肠胃炎 住进医院 我带着热粥跑去看她时 同病房里的其他人 全都嘖嘖称赞 才六岁 就知道心疼妈妈了 你是有福气的 有这样一个好孩子 我妈在医院的电话里 和远在香港的爸爸大吵一架 等回来后 她抱住小小的我 寒泪说她只有我了 我那时就很能共情她 她说 玲玲 从今天起 你要代替爸爸 把这家撑起来 妈妈也会把你 当做一个大人来对待 那年我六岁 刚上小学一年级 除了在学校里 被老师当成小孩子以外 只要进了这个大院 我好像就自动切换成了大人 我妈端了一张板凳 摆在灶台前 让我学习如何做饭 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 那种老式的煤气罐 那时家家户户用的 都是那种灰色的煤气罐 对于六岁的我来说 一拧开就次次作响的煤气 和需要用火柴辅助 才能点折的灶台 如同长着深渊巨口的 辛红恶魔 让人胆怯生寒 可我妈说了 不做饭 就饿着 她上了一天班 也不吃 陪我一起挨饿 最后我只能硬着头皮动手 我做的第一道菜 是一盘烧焦的土豆炖豆角 因为掌握不好火后 导致土豆糊了锅底 豆角却还是生的 可我妈还是一口一口 全都吃了下去 当晚就上土虾蟹 进了急诊室 医生问是吃了什么 才导致食物中毒的 我妈也把扯过我 是我女儿做的饭 医生和护士看 我们的眼神很古怪 可我妈骄傲的不得了 即便土的嘴唇都白了 还在和其他急诊室里 挂水的病人 炫耀自己的女儿有多能干 才六岁 就已经学会做饭了 可这次身旁的病人 并不像之前那样吹捧她 反而一个说起自己七八岁 就能独自上下学的儿子 另一个则说 从三岁起便开始学美生 如今已经考过 少年组十级的天才歌唱家女儿 在急诊室一片嘈杂的环境里 我妈的沉默震耳欲聋 她转头看了我许久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我家玲玲可是家里的顶梁柱 她也能做得到 等她什么时候做的饭 不把亲妈送进医院再说吧 众人哈哈大笑 我则看着她眼里炙热的金光 和因脱水导致有些起皮的嘴唇 慌得想哭 从医院回来后 我被安排了许多课程 除了要学习大人的生活技能以外 我还必须表现得像最最贴心的小棉袄 我妈买了菜 我得第一时间冲上去帮她提 家里马桶堵了 我得主动拿起半人高的皮筛子去通 甚至她下班回了家 还要拉着我狠狠地讲 单位里不作为的领导和甩锅的同事 说真的 她口中的那些话题 什么调班 什么倒秀 谁和谁背地里说了她的坏话 我还尚且不能全部听懂 可不听不行 我爸从香港打回来的钱越来越少 我妈养家的负担越来越重 但凡我流露出一丁点不耐烦的神色 我妈就会彻底变成一个陌生的 歇斯底里的女人 你是我十月怀胎的亲骨肉 我对你有什么很过分的要求吗 就连简简单单听我说句话都做不到吗 要不是为了你 你爸怎么能去香港 如今他对你 对我 都不管不顾 我辛辛苦苦赚钱养家 要是连你都嫌弃我 那我还活着干什么 不如去死了算了 他死死盯着我 那眼神既让我害怕 又让我愧疚 那天我哭了许久 不停说着对不起 我以后绝对不这样 读咒发誓 这才做罢 自此以后 我只能趁客间 见缝插针地把作业完成 幸而我勉强有点小聪明 即便这样 期末依旧考了全班第一 班主任邀请我妈在家长会上 分享一下育儿经验 她穿着结婚时买的那身烫绒长裙 满面红光地站在讲台上 棍棒底下出孝子 这个年纪的孩子 是最不能惯着的 别看我们灵灵只有六岁 可我从来都没把她当作孩子 她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是我的依靠 灵灵和别的孩子可不一样 别人都在外面玩的时候 我们灵灵已经学会了炒菜 洗碗 擦玻璃 通马桶 别看我现在对孩子这么严格 等将来别人是高分低能 她是高分全能的时候 她会感谢我的 那个年代的小城市 哪有什么成体系的教育手段 我妈的这一套方法论 如同水入油锅 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班主任当天就任命我为班长 甚至我的前后左右的同学家长 全都拉着我妈 字字细细地询问她的育儿经 那天我妈是趾高气昂地 拉着我离开学校的 我也以为她是开心的 可出了校门 远离人群后 她抓着我的手越来越紧 最后疼得我差点叫出声来 你必须一直是第一 我妈说 这样才能撑起这个假 可随着我长大 爸爸这个角色 在家里的存在渐渐消弭 我妈越发地依赖我 我没有自己的时间 晚上做好饭后 我要去接她下班 然后听她念叨一路工作 吃完饭后 再搬着板凳和她一起洗碗 水槽里漩涡下沉的油腻污水 构成了我全部的童年时光 五年级起 不知从哪传出一些留言 说我们这一届将是全市最后一届 进行小生出考试的学生 老师压力大 学习任务便更重 我身为班长 还得帮着班主任收作业 判卷子 管纪律 我请求学习委员帮我一起完成 他却翻了个白眼 班长大人 你高分高能 那你就多辛苦呗 你妈可说我是顾头不顾定 学习和帮老师之间 我只能顾得上学习哈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学习委员成绩 一向咬得我很紧 我妈几次三番在家长会上 嘲讽对方 将来就是个高分低能 顾头不顾定的孩子 我彻底丧失了 在学校里写完作业的碎片时间 五年级下学期的期末考试 我毫不意外地 从班级第一 调到了班级第五 我妈依旧穿着烫绒长裙 却失去了上台演讲的权力 那次上台的是学习委员的妈妈 她妈妈温柔和蔼 说什么年龄的孩子 就该做什么年龄的事 我们做家长的 既然没办法给孩子辅导作业 那就尽量不拖孩子后腿 全力支持孩子用功学习 那天家长会后 学习委员的妈妈 还特意找到我妈 劝她放宽心 不必太纠结于孩子的成绩 还说要是我能减少些 用在课外活动上的时间 把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 将来还是能考入好中学的 她措辞好温柔 特意把做家务 讲成课外活动 我妈当时没说什么 只是她长长的指甲 狠狠欠进了我的皮肤里 那天晚上 我挨个人生第一顿毒打 我妈一边哭 一边用皮包袋狠狠抽我 咒骂远去香港 不肯回家的爸爸 埋怨心里只有孙子的奶奶 话语像刀子 最后全砸在我心上 她说我真是对不起她 我不记得 我与无伦次的说了些什么 只记得 我一直在说我错了 一直在说对不起 那个时候 我是真的觉得 好愧疚啊 小生初 我不负众望 考上了本片区 最好的一所中学 即便如此 我妈依旧不满意 她悄悄花了大价钱 走了不知什么门路 让我去隔壁市的一所 私立学校参加入学考试 那天考试很难 有傲数 有黑皮肤的外国人 专门来和我们做英语对话 还要求同学们 现场表演个人才艺 夏天的风火辣辣的 吹得我额上的 汉连城县的往下躺 后背汗湿一片 排在我前面的 那名女同学 甚至穿上了漂亮的芭蕾舞鞋 跳了一段利落又好看的舞蹈 等轮到我表演才艺的时候 我紧张的浑身都在发抖 我说我不会才艺 然后便看见 坐在我正对面的女老师 抿了抿唇 提起圆珠笔 就在那瞬间 我不知怎的生起一股勇气 我太害怕了 害怕万一失败 又要面对我妈的毒打 也担心那种 时常汹涌而来的愧疚 再次将我堕入海底 我是我妈的依靠啊 我怎么能让她失望 于是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说老师 虽然我不会才艺 但是我一直在学习各种生活技能 比如做饭 比如通马桶 比如修理漏水的花洒 换纱窗 和推拉门的滑轮 其他来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们 爆发出一阵哄笑 多好笑啊 可我只哀求又窘迫地 看着考笑的三名老师 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这些我都会的 能不能别因为才艺 把我刷下去 可女老师手中的圆珠笔 还是落在了桌面上 我看见她快速写了些什么 然后将那张纸放到了一边 等一切结束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考场 就看见等在一旁的妈妈 考得怎么样 妈的你这次入学考试 花了八千块 八千块意味着什么 你知不知道 那是妈妈三个月的工资 你要是连这都考不上 那钱可就真的全都打水漂了 快说啊 到底考得怎么样 她那样焦急地看着我 可我只能看见 她嘴唇一张一合 然后那种熟悉的 无与伦比的愧疚和害怕 再次席卷了我 我两眼一黑 晕倒在地 再醒来 我躺在家里的小床上 我妈穿透力极强的嗓音 从门缝里钻了进来 玲玲考上遇得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 要不是我一直教育她 要有足够的生活自理能力 她咋可能从那么多学生里脱颖而出 人家老师说了 就是看中孩子在成绩优异的同时 还能兼顾生活 这才破格录取的 不知怎的 我只觉得喉咙发堵 脑袋也嗡嗡作响 可说着说着 她尖利的声音又变得哽咽 五年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家全靠我一个人撑着 你今年连钱也不往回忌了 玲玲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孩子吗 你知不知道 这个年纪的孩子有多难带 今天她中暑了 是我一个人 把她从临时背回来的 差点去了我半条命 困扰与内就拍浪而来 我既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累赘 又希望自己可以再强大一点 再长得快一点 好成为她的支柱 将她从婚姻的幽折磨中解救 那年我十一岁 我妈请了一整天假 带我去玉德办了入学 那天我才知道 玉德作为省会城市 最好的私立中学 学费高得有多离谱 学费 一万八 书本费 五千五 学杂费 一千 住宿费 四千五 制装费 三千 看着报名表上眼花缭乱的数字 心底不知名的情绪 被拉扯到最大 甚至呼吸都有些困难 我一把拉住我妈 妈 真的太贵了 要不我还是回去念功力吧 小生初考上的那所学校 一学期的学费 只需要几百块 我妈摸摸我的头 玲玲 你将来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是妈妈的依靠 妈妈砸锅卖帖 都要送你去读最好的学校 给你最好的资源 就连负责入学的老师 都一脸欣慰 家长就是要有这样的觉悟 那些学校和玉德 可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你知道 玉德每年有多少 出过留学的孩子吗 有多少考上清北的苗子吗 我不知道 但我妈像被老师的话 打了一记强心针 一意孤行的 在报名表上 填上我的名字 玉德的学生无一例外 全部被强制要求 在学校住宿 交完了钱 我妈又带着我 坐上大巴车 回家去收拾行李 我们到大院时 已经很晚了 月色暗淡 树影婆娑 下午大概落了些许小雨 在地上圈了一团 又一团的阴影 一个不小心 半只脚就踏进了泥泞里 雨水浸湿了我的鞋 楼下的王奶奶 摇着菩扇 在大院里乘凉 一见到我们 立刻就眯起了眼睛 玉玉回来了 听说你妈妈 为了你的学习 把工作都给辞掉了 要跟你去玉德赔读练 我儿子还说 玉德学费好贵的哦 零零你 可得好好学习考第一 否则将来 对不起你妈这一片苦心 我妈伸出右手 五根手指张得很开 上面挂满了老茧 贵得很 一学年就要五万块 不赔读没办法的 玉德月月都要开家长会 我拿工作 哪能总请假 嗨 都是为了孩子嘛 大不了去打点零工 我的心像被什么 狠狠捏了一把 又酸又疼 夏日炎炎 鞋子里的含义 却顺着小腿直逼胸口 我第一次生出 无比厌世的情绪 要是我没出生 他是不是就不必这样辛苦了 可玉德的第一名 不是那么好拿的 学校里一共16个班 三个火箭班 都是从玉德小学 筛选出来的顶级尖子生 如我妈之前在电话里所说 面试老师是考虑到 我自理能力强 加上学习成绩上课 这才勉强施舍一个入学名额 800多名学生里 我只排在倒数100多名 在我还震惊于 英语课老师是从美国请来的外教师 班上已经有同学 可以和外教用英语对答如流了 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 如同天欠 玉德的教学速度非常快 往往一个知识点 我还没听懂的时候 老师已经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而班里12、3岁的少男少女 已经有些情斗初开的苗头 坐在我前面的男生 每天都要从我这传纸条 给靠在窗边的文艺委员 他们的纸条传来传去 我动作慢了一点 前面高个子的男生 就会故意用凳子 狠狠磕我的桌子 一个月匆匆过去 所有知识 还只是在脑袋里浅浅过了一下时 月考就来了 不出所料 我考得极差 月考出成绩后的第二天 就是家长会 我妈照就穿着那身烫绒的长裙来 她笑盈盈地给班主任打招呼 却没有得到一点好脸色 这次点名批评班里的几名同学 班主任站在讲台上 脸崩得紧紧的 黑如锅底 她眼神扫过来的一瞬间 我只觉得小腿肚子都在发抖 许牧 陈玲玲 你们两个起立 这两名同学 一个倒数第一 一个倒数第二 还在课上公然传字条 严重影响课堂秩序 下个月 你们两个就做去最后一排 自己没有上进心 还要影响其他同学 这种孩子 光靠老师鞭策有用吗 我茫然失措地站在原地 迎接所有家长和学生比一的目光 我想说我只是帮他们递了一下 我也不愿意的 可还没等我张嘴 我妈疼地站起来 扬起手 狠狠就给了我一记耳光 我花了五万送你来念书 你还有没有心 小小年纪就这么见识吗 上课不好好学习 非和男生传纸条 那巴掌声遮耳欲聋 甚至把前座一同站着 吊耳郎当的男生都吓了一跳 我捂着脸 只觉得半个脑袋都火辣辣的 耳朵里全是轰鸣 心里的绝望如同煮沸的开水 鼓鼓冒泡 不是我 可我妈不听 下一秒又不顾形象的 一屁股坐在地上 撒泼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我怎么就养了你这样一个女儿 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 早上去扫马路 打零工 晚上去开掏粪车 我都是为了谁啊 不都是为了你吗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你不是说你要做家里的顶梁柱吗 安静的教室里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闹剧 我妈的话一次一次砸进我耳朵里 我半边身子像是被煮废了 另半边身子却还是冰冷打颤的 直到文艺委员走到我面前 她就是那个在入学面试时 跳了芭蕾舞的女孩 她说 阿姨很抱歉和许牧传纸条的人是我 陈玲玲只是在中间帮忙递了一下 然后她转头看向班主任 不好意思啊老师 误会闹得有点大 许牧是我哥哥 我们之前吵了场架 最后她又看向我 她的面容和跳舞时一样美丽 周身都好像散发着淡淡的光运 对不起 影响你学习了 我向你道歉 很多年后 我再回忆起那天来 我才知道 她身上那圈光运是什么 是富足和美满的家庭 才能给予的美丽 强大 锐利与勇气 而这些 我都没有 那天家长会后 我妈拉着班主任讲了很久 她T四横流 几乎要给班主任跪下 说我们的家庭 说我父亲的缺失 说家里的困难 说我曾名列前茅 她恳求老师 请她千万别放弃我 求她再给我一次机会 班主任同意了 然后把我的书桌 搬到讲台旁边 她翻了翻我的课堂笔记 里面全是我没吃透的知识点 一页又一页 因为着急 所以记得有些潦草 甚至有些连最后关键的几行要点都没写下来 她说以后有问题 一定要勇敢地去问老师 班里这么多学生 你要是不去问 老师怎么能知道这些知识点你还不会呢 老师的PPT课件都可以打印 你也可以用U盘考回去 再仔仔细细地看一遍 她声音平静温和 我不知道什么是PPT 什么是U盘 只默默点头 可眼眶却有些发酸 那些从穷困里生出的怯懦 从失衡家庭里长出的自卑 在面对老师并未区别对待的这一刻 才终于有了一丝松动 月考后 所有学生都可以休息一个周末 我跟着我妈回了她租的小房子 出租屋距离学校很近 但低矮 破旧 客厅的顶棚上 只有一个悬吊下来的暗黄色灯泡 厨房贴着廉价 PVC纸的地面上 快速爬过一只小墙 我站在门口 甚至不敢踏足 这个狭小局促的房间 这是我妈放弃了体面的工作 为了 我 才租下的房子 单薄的塑料鞋架旁 挂着我妈的皮包 肩带上的铁扣 曾狠狠抽在我身上 可最令我恐惧的 还是昏黄灯光下 坐在折叠椅上的那个背影 那个背影冷冷地说 陈玲玲 你对得起我吗 我为了你辞掉了那么稳定的工作 我为了你卖掉了原来的房子 搬进这种又老又破的烂房子 我为了你去扫大街 去打零工 甚至去掏粪 你看看我的手 你看看你妈妈的手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就是这么报答妈妈的吗 她一声鼻一声高 目自欲裂 十根手指大张着 胸口像是破洞的风箱 从里头传出巨大的粗喘声 那一瞬间 坐在我面前的 好像不是生我育我 让我无比共情 血脉相连的母亲 而是一个想要包我的皮 撕我的肉 在当我血的凶兽 在看见她又一次 要拿起皮包的瞬间 我心里只生起一个念头 逃 扭头就跑 我跑得飞快 一把推开 按绿色斑驳秀记的铁皮大门 从那个令人窒息的 逼泽小屋里逃了出来 我越跑越快 把贫穷 内疚 懊悔和自责 全都甩在身后 穿过阴暗的小巷 然后看见学校熟悉的围墙 和一群吵吵闹闹闹 手里还拿着 康宝来瓶子的同班同学 哟 这不是咱班顶梁柱吗 哈哈 以后就叫你陈鼎鼎算了 许牧也在其中 他似乎念诺了一下 想说什么 可下一秒 身边的其他男生 又拍了他一下 下次可不敢让咱们 陈鼎鼎同学传纸条咯 要不然 他妈那功力 能干死你 男生脸色僵了僵 然后语气尴尬的说 谁稀罕 许牧 你干嘛呢 马路对面 许昭婷欲立的站在那 他快步走过来 挡在我和那群男生中间 陈玲玲 别理他们 他们就是嘴贱 以后要是有什么不会的 你就直接来问我 我帮你 他目光灼灼 你会的那些 修纱窗 换水管 这些连我爸都不会 每次都要请人来弄的 你会这些 很厉害 那几个男生还没走 反倒哈哈大笑着嘲讽 可得了吧 许大小姐 你拿你那个当老总的爸 和陈鼎鼎比 也不怕你爸掉价 许牧 你说呢 是你爸厉害 还是陈鼎鼎厉害 说着 男生还用肩膀顶了许牧一下 当然 当然是 当然是许昭 许牧的爸爸 更厉害了 甚至在我心里 成绩优异的许昭 能跳很灵动漂亮的芭蕾 可以和外教 毫无阻碍的沟通交流 还能稳坐全班第一 他更厉害 可这也是第一次 我心里觉得非常棒的人 夸我厉害 那天晚上 我第一次很阴暗 很纵容的 让自己不要去想 那个住在破 就出租屋里的妈妈 我在想许昭 在想他跳舞时 骄傲的像一只 漂亮的小天鹅 想他说外语时 好听得不得了的 口音和语气 想他今天 勇敢的一次又一次 站在我面前 大声说出那些 我根本不敢说出口的话 他在我心底 埋下一颗种子 让我想要成为一个 像他一样的人 那晚我躺在 学生宿舍的床上 梦到自己 也穿上了 那双丝绸的 散发着珍珠光泽的 芭蕾舞鞋 在偌大的舞台上 翩翩起舞 一舞弊 台下掌声雷动 一夜好梦 第二天一早 我嘴角还挂着笑 嘴里哼着歌 然后穿上校服 推开门 我妈站在门口 她旁边赫然是 我的班主任 和教导主任 我看见她的嘴唇 一张一合 说 玲玲 因为我妈的到来 学校里没人 愿意和我说话 但有不少同学 在我背后 对我指指点点 我不聋 能听得到 他们在背后 胡乱给我起外号 除了许钊 班上更是没人搭理我 我妈却对此非常高兴 她觉得 除了自己和学习 再没有其他 可以占用我的大脑和时间 可她不知道的是 我将许钊作为我的目标 我无比希望自己 可以像她那样 闪闪发光 更是无数次幻想 自己也可以站在舞台上 点起脚尖 转着完美的圆圈 我无比卑劣地像个丑小鸭 疯狂模仿着许钊的一切 她考第一 我就发了疯似的学习 她和外教流利对话 我把英文单词做成手卡 连早上蹲厕所 课间跑操的空档都在背 第二次月考 我的名次进步了16名 第三次月考 我又进步了10名 第四次月考 我考到了班级前十 班主任把我视为 进步最大的典型 我妈又重新穿上了烫绒长裙 然而 元旦晚会上 许钊代表我们班跳了一只 叫做天鹅湖的舞蹈片段 她太美了 举手投足都好像在告诉我 别看了 人家是优雅的白天鹅 你再怎么模仿 再如何刻意 都只是个不入流的丑小鸭 放学后 我拿着拖把 帮我妈清理女生宿舍 走廊的地面 我稍稍停顿 我妈就大声呵斥 我天天做的工作 你就晚上做这一下就嫌累了 你知不知道 你们那个教导主任 事情有多少 每天都要检查寝室卫生 这么长的走廊 这么多窗户 全要我一个人来擦 我每天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你就不知道心疼一下妈妈 我很想大声吼回去 但懦弱还是占据了上风 我没说话 只默默拖完地 拎着污水桶去厕所倒掉 漩涡下沉的污水 如同我捉猎的模仿许昭时 用脚尖在操场的隐秘角落里 画出的圆圈 转折出现在初三那年 一个梳着大背头 穿着一看就很贵的西装 说话带着很别脚港台枪的男人 出现在学校里 他自称是我爸的好兄弟 这次是来带我去香港的 没错 只带我 不带我妈 他说 你爹地在香港赚到钱了 香港的教育水平很好 将来跟着你爹地生活 可以住大house 还能去美国留学 我妈一下就发疯了 他抡起湿漉漉的拖把 就往对方头上打 把对方的大背头 砸成了鸡窝头 灵灵不可能跟你走 你告诉陈裴峰 想要孩子 就亲自回来和我谈 不要以为随便找个人 就能把他带走 不可能 年轻男人捂着头 骂骂咧的念着什么 地壁仔 奇异仔 然后灰溜溜地跑了 那天晚上 我妈很罕见地 没有指挥我干着干哪 而是用一种 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 看着我 等到宿舍熄灯 我也准备回寝室睡觉时 她忽然很平静地问了一句 玲玲 你想和你爸去香港吗 我长久地没有回应她 我想到这些年 我洗过的一只一只碗 又想到雨天寝室走廊里 被我亲手一点点擦拭 干净的泥泥 那些污水像是永无尽头一般 最后打着旋流入下水道 如果我不走 是不是我的人生 就会像那些污水一样 只能阴暗地 油腻地 永远停留在下水道里 和妈妈一样 我可以去吗 我小声又惭愧地问 下一秒 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道掀翻在地 宿舍里是有明文规定的 熄灯之后不允许吵闹 更不允许发出噪音 漆黑的阴影里 我妈沉默着 一脚一脚狠狠踹向我 在无声审判我的良心 剧烈疼痛包裹着我 可我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因为只要我敢哭 敢叫 迎来的将是下一轮 疾风咒语的殴打 等到一切结束 她又紧紧抱着我 低声气宿她 只有我了 她乌业得可怜 但这次 我没有一丁点同情 我拖着身体回到寝室时 正好撞见出来上厕所的许昭 连月光都偏爱她 穿过窗户 毫无保留地照在她身上 我看见她身上穿着的 很昂贵的蕾丝花边的绸缎睡衣 唉 你怎么了 古缝里像有千万只蚂蚁在撕咬 我想说没事 我也是出来上厕所的 这就回去睡了 可还没等开口 她猛地抓住我的手 然后一把将我从黑暗里拉出来 让月光也照到我身上 许昭给我上药 然后告诉我 普通人的上升通道 只有拼尽全力的苦学 只有通过努力 把自己的路一步步走宽 才能有自己的人生 有更多的选择 她说 我不是我妈妈的附庸 也不是什么家里的顶梁柱和依靠 我就是我 得先成为优秀的自己 才不会被失败的家庭和亲人 拖入地狱 她这样告诉我 这个送给你 许昭嘻嘻嘻 从床底下 拖出一个巨大的皮箱 掏出里面很好看的纸盒 里面是一双粉色的芭蕾舞鞋 比我曾经梦到过的那双 还要漂亮百倍千倍 收下 我知道你喜欢 等将来有机会 你也跳给我看看 黑夜里 她眸子亮得如同天边的起明星 给我指了一个新的方向 次年中考 我以全校第二的成绩 拿到了玉德高中火箭班的名额 学校考虑到我成绩优异 以及我的家庭情况 给我免除了各项费用 高一开学那天 我不顾我妈让我擦窗户 应付学校检查的要求 第一个冲到了教室 许昭是全校第一 我又可以和她在一个班了 可惜她没来 有人说她暑假 去新西兰滑雪摔断了腿 很严重 她父母把她送去美国治疗 将来应该就和哥哥许慕 一起在那边念书了 那她还能做舞蹈家吗 我小小声问 那几个同学对视一眼 琪琪迟笑出声 跳舞只是许昭的一个爱好而已 许昭那么有钱 她将来想做什么不行 听说许昭她妈妈经营的 那个私人画廊也年入千万 兴许人家将来做画家也说不定 那可不好说 许慕成绩那么差 也许人家许昭就去学工商管理 做CEO CFO各种欧继承家业呢 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 为什么在许昭口中 会说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太窄了 唯有苦学这一条路 像她这样佳境的女孩子 将来的选择太多太多 她可以做舞蹈家 可以做画家 如果她愿意她也可以创业 自己去开创一番事业 她身后是家族 金钱 亲人的鼎立支持 而我不行 我再一次意识到 我想要逃出这个泥泞如沼泽的家庭 如曾经那个炙热的夜晚 我从窄小的出租狂奔出来 要不被妈妈堵在学校门口 就必须竭尽全力 拼命游才能出头 高中的课业更多 也更难 我在数学上有些天分 但偏偏在物理和化学上抓虾 分班的时候 所有老师和我自己 都觉得我应该去选文科 甚至班主任特意去找了我妈 说以我目前的成绩和悟性 将来考去中国最顶尖的学府 甚至出国 也大有可能 但我妈一孤行 在宿舍和教室里大闹特闹 非逼着我去选理科 我很难以置信 为什么呀 我明明学文科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将来去念最好的学校 你明知道这样做会让我丢脸 为什么要闹 这是第一次 她不敢直视我 反而念如着说 考那么好 等将来你跑得远远的 我怎么办 那一瞬 我好像耳聋了一般 时空静止了几秒 我转头看向班主任 老师 她刚刚 说什么 老师眼神里的怜悯和愤怒 一瞬间将我拉进地狱 我正愣着低下头 好像看见自己的双脚上 一直有一双手 那双手如同沾满血的镣铐一般 我拼尽全力想向上游 却又被她一次次拽入黑暗 你不是一直说 希望我好 成为你的依靠 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吗 她两只眼睛 瞪得很大很圆 大到我甚至能看见里面的红血丝 那也不能这么好 她心里似乎一直有个天平 我前途无望的时候 就在成才上填两个砝码 我即将起飞的时候 又在平庸上架上堵住 她很怕我平庸 但更怕我成才 这一刻 我为自己长久以来与她共情 那些心疼的 内疚的情绪 感到恶心 大约是我看她的表情过于冷漠 她再也忍不住 疯了一般指责我 食指一下一下戳在我额头上 你凭什么这样看我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连房子都卖了给你读书 你爸为了你和我分开这么多年 全家都在为你做奉献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你看看我 看看我的手 她生死力竭 掩盖自己龌龊的心思 而这一次 我没有给她留任何情面 直接撕开了那张虚伪的遮羞布 是我要你把我生下来的吗 从小到大 你逼我学做饭 学修水管 学擦玻璃 学通马桶 半夜你下了班 你让我一个小学生去接 你知不知道 你原来单位后身的翠玲露 出了不止一起强奸案 她懦懦着 反复说着不知道 她不知道 可我根本停不下来 我明明考上了公立中学 你偏要把我送到玉德来念 又把你辞职 卖房 搬家 所有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来 你究竟是为我好 还是为了炫耀 自己是个好妈妈 你一边要我好好学习 说不好好学 就对不起你 一边又阻拦我去选 最适合我的科目 将来是不是还要阻拦我 去读最好的大学 我好不容易长出了翅膀 你凭什么要把它剪掉 你真的把我当女儿吗 你是我亲生母亲吗 会有当妈的这样对孩子吗 胸口上下起伏 我感觉喉咙里火辣辣的 所有人都在看我 那些意味不明的视线沉甸甸的 几乎要将我压垮 可我不能 我还记得许昭说的话 我必须竭尽全力 一次又一次 把自己从地狱里救出去 我妈抬起了手 这个动作太熟悉了 下一秒 那个长满了老简的巴掌 就会狠狠扇在我脸上 我会耳鸣 头晕 甚至牙齿会 磕破腮帮里的肉 带出一点点咸心的血气来 可就是因为 我太熟悉了 所以这次我决定不忍了 长风呼啸而来 还没等我预判着 避开她的手 一个瘦削的身影 勇猛地挡了上去 啪 负责高二文科班的班主任 胡老师 直直挡在了我面前 孩子是不能这样教育的 他还试图和我妈讲道理 可我妈是最不讲道理的 我手有些抖 脸和耳朵也有些发烫 我想问问胡老师疼不疼 可以想 这个问题又实在多余 这些年的毒打 哪顿不疼 可没有哪一次 比这次没有落在我身上的巴掌 更让我感觉到疼痛 然而下一秒 胡老师话音一转 声音质地有声 陈玲玲是我们门科班的好苗子 如果你作为母亲的教育 就是这样对孩子非打即骂 那我认为 学校宿管的工作 也不太适合你了 宋女士 你走吧 之后陈玲玲的学习 全都交给学校 我们会对她负责任 既然她是这块料 我就不会放弃她 那天我妈被学校保卫科 送出了校门 我目送着 脸被走廊昏黄的灯光照过去 比鬼还白上几分 胡老师顶着巴掌印告诉我 他让我别害怕 有她 有学校 只要我再遇得一天 都不会让我再挨打了 我朝他深深 深深地鞠了一躬 说真是太对不起了 等我推开教室门 所有同学都看向我 然后一个 两个 三个 从嘻嘻啦啦到震耳欲聋 所有人都鼓起了掌 陈玲玲好样的 好好学习 你一定能考出去 等将来你大学毕业了 来我爸公司上班 我让我爸给你安排个好职位 屁脸 人家到时候是要去北京工作的 谁去你爸那个小公司啊 哈哈 他们青春洋溢的脸看向我 这次我终于看清了 他们眼底的意味 不是厌恶 不是嫌弃 也不是曾取外号时 叫着陈鼎鼎 陈栋梁的吃笑 我喉咙有些酸 很僵硬地扯开一个 不甚熟练的笑容 谢谢 我如愿进入文科班 从那天起 我开始埋头苦学 没了我妈每天要求 我去帮她拖地 擦玻璃 休下水 我的时间忽然就多了起来 但也不够 学习任务越来越重 玉德的高中节奏非常快 高二下学七中旬 老师就必须结束 三年课本的第一轮学习 从高二下开始 就得开始扑节奏 准备至少三轮的复习 高中和初中又不大一样 文科班的卷子 不仅要写到点子上 还要写拳 写得语句优美 写得有逻辑性 写得字迹工整 更何况 玉德高中采用淘汰制 每学期都会从下属县市 带回来一些顶级尖子生 保证省状元一定出在玉德 我就像打车轮战 一波一波的敌人 一轮一轮的考试 现在想起来 那些日子 真是披星待月 暗淡无光 维持年级第一 从来不是那样简单 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我就拿出许昭送我的 那双芭蕾舞鞋 这双鞋还是新的 足尖那里很硬很硬 我把鞋子套上 就像刚换换人腿的 小美人鱼一样 在寝室里走来走去 只半个小时 脱下鞋的时候 大拇指磨出了鞋 小指上还有三两个水泡 所以你看 就连许昭那样的天之娇女 都要为了舞台上的短暂瞬间 不知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这样的沧海一速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在学校里 一张张大红色的成绩榜上 看到了希望 所有人都在说 你看 陈玲玲又是第一 太厉害了 这绝对得是什么状元 然而夜里躺在床上 我握紧那双芭蕾舞鞋 一遍遍告诉自己 不要骄傲 不要懈怠 前面的路才刚刚有光 我还有很漫长的一生要走 我也要走很宽很宽的路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绝对 不要像妈妈那样 随意的嫁人 随意的生子 最后只敢在年幼的孩子身上鞭吃 没弱的过完此生 我绝对不要 高考那天 玉德用了十来个大巴车 把学子们送到各个考点 不出我所料 在考点学校门口 我又一次见到我妈 胡老师如临大敌 将我挡在身后 我探出头 打量他 五百多个日也没见 他又老了许多 见我看他 他局促地笑了下 然后伸手拽了拽身上的旗袍 这是妈妈特意做的 祝你旗开得胜 你看好看吗 我没回答 只盯定地看着他 等他的下一句话 妈妈听说 高考生都要穿一件耐克衫 妈妈给你也买了一件 你试试 好不好 六月的天 明明连一丝风都没有 我却好似听到树叶沙沙 寒意翻涌 我接过袋子 里面是一件橘黄色的耐克短袖 我妈的神色变得有些紧张 我甚至能从他下垂的双手 看见一点轻微的 名为兴奋的颤抖 这次又是什么呢 我拿出那件短袖 然后当着他的面 从领口摸到袖口 再摸到叶下 最后 在下摆的缝线处 看到一个很细微的开口 里面能看到白色的 卷成很细的一个纸轴 不用拆开 我都能猜到里面会是什么 我将T恤丢给他 然后看着他的表情 在我的注视下逐渐军裂 让你失望了 妈妈 我会考得很好 非常好 然后离开你 也离开这里 这一次 谁也没办法剪断我的翅膀 我转身就走 将他的咆哮 胡老师的动目 其他家长的惊呼 全都抛在身后 我耳边 好似又想起许昭那年元旦 跳天鹅虎时 背景里那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 管弦乐的奏鸣 将伴随我的高考 达到盛大的高潮 三天结束 我拒绝胡老师的邀请 独自南下 去香港 我妈没有勇气索要的一切 我要亲自要回来 整整12年的抚养费 上学的学费 吃喝拉撒的所有费用 我要他一分一分地全掏出来 我早就从老家楼下 往奶奶的嘴里打听过了 大约是我爸去香港的第二年 就找了一个同样在那边打工的广东女人 那广东女人是有儿子的 我爸便对自己有后有了期待 于是钱打回来的越发少 连电话也不再多打几通 他大概早就忘了 当初同意去香港 是为了多赚每月额外的5000块外派补贴 而那些补贴 本来是用在我和这个家上的 找到我爸并不难 当初那个来接我去香港的大杯头 偷偷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我爸的公司和职位 在见到他时 他已经和我记忆中模糊的面容大相径庭 有些臃肿的身材 精明的眼睛 稀疏的头发 以及脸上相当温柔的表情 那表情不是对我 而是对他怀里 拥着的很是年轻的女孩 我冲上去 高声叫 陈裴峰 他怀里的女孩先是一正 然后很骄横地捶了我爸一拳 这又是你哪个小情人啊 你不是说最爱我 心里只有我吗 我爸也皱着眉头 不越开口 你哪位 我叫陈玲玲 下一秒 他一把松开怀里的女孩 嘴唇都有些颤抖 玲玲 你是我的玲玲吗 都长这么大了 你妈咪呢 香港的街道豪宅 车水马龙 可他那声很可笑的称谓 还是差点逗笑了我 我听到自己冷硬的声音 我不是来和你叙旧的 我是来讨债的 12年的抚养费 还有我即将上大学的学费 请你现在都转给我 可他似乎很激动 所答非所问 大学学费 对对 你今年应该18岁了 现在才6月 你是刚高考完 就来找爹地了吗 你考得怎么样 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这是他大概 才注意到我身上 已经洗得发白的T恤衫 随后又闭上嘴 对呀 怎么可能会好呢 12年的不管不问 没有钱 没有关怀 他甚至将年迈的奶奶 都丢在了内地 自己逃到这样一处桃花园 他要拉我去他现在的住所 传说中的大平层 能远远看到 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我只摇头 然后伸出手 要钱 也幸亏 他对我还保有一丝亲情 在听到我考得很好时 大手一挥 赚了50万到我户头 玲玲 成绩这么好 不如就留在香港吧 爹地这些年 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 将来钞票 车子和房子都留给你 你就去念香港中文大学 爹地攻得起你 我拒绝了 但是你看 我拼尽全力读书 依然来香港找他 便又多了一个选择 我一步一个脚印 把自己的将来 走得宽敞平坦 高考出成绩那天 我在广东的厂子里 我接到胡老师的电话 车间声音嘈杂 他激动的声音断断续续 我只听到了零星几个字 零 成绩了 屏蔽 棒了 我握着红色的电话机 靠在车间厂房的角落里 看着嘻嘻哈哈的女工们 和背着手 一圈一圈巡视工作的组长 那些巨大的噪音 此刻幻化成曼妙的管弦乐 奏起被我哼鸣过无数次的旋律 视线一点点模糊 大颗大颗的泪终于落下来 我的前十八年 在初分的这一刻 完美落幕 胡老师的声音 穿过遥远的电话线 从玉德带来喜悦的讯息 他说玲玲 这个成绩 清华北大稳了 他说这些年的努力 真的辛苦了 他又问我 什么时候回去 学校为前十名准备了升学宴 让我一定要参加 我说不出话 只在电话这头狠狠的 一下下点着头 挂断电话 夕阳余晖落在我身上 滚烫的 炙热的 我看着地上 那个细细瘦瘦的影子 然后点起脚尖 扯开宽大的裤腿 如同脑海里 无数次彩排过的一样 做了一个羡慕行李的动作 在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前 我去了一趟银行 把户头里的五十万中 赚了四十万给我妈 他曾经卖掉的房子 当年大约卖了十五万 如今物价飞涨 小县城的房子 也是要翻倍的 另外的钱 全当是他当年给我交的学费 自此 我便一丁点都不再欠他了 大三那年 我得到了学校出国交换的机会 在太平洋对岸的国度 我像海绵一样 疯狂地学习 吸收着自己见识的一切 我参加了学校的芭蕾舞社 学会如何转一个完美的 Roundy Jam 很巧合的 我偶遇了许昭 他和当年一样 光芒四射 无比耀眼 他一眼就认出我 唉 是你 你叫 我叫陈玲玲 这些年 许昭见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 不记得年少时同学的名字 也很正常 我心态很平静 只是盛情邀请他 来参加我们学校的晚会 我会上台跳舞 我这样告诉他 那晚 我终于如年少时的梦一般 在穹顶高悬的礼堂里 在无数观众的注视下 优美地伸展肢体 起跳 转圈 落地 结束后 许昭在礼堂外等我 我想起当年送你的那双舞鞋了 没想到 他眼里有惊喜 你真的跳得很好 我扯开一抹笑 哪里好呢 我很业余 只是在无数天鹅里 跳了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甚至我现在回想 还能想到 刚刚哪个弹跳慢了一排 动作做得不够舒展 可那又有什么所谓呢 丑小鸭 终于长成了白天鹅 这就够了 毕业那年 我妈不知 从哪搞来我的电话 仿佛我们之间从未生过那些嫌隙般 一次次第给我留言 打电话 问我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他 说他用我给的钱 只能买到老破晓 这里漏那里赌 还关切了我的恋爱和婚姻 我只把他当作 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我过得很好 有时间再回去看你 最近 最近我没时间 遇得校庆那天 我应胡老师的邀请 回学校做了一次演讲 台下 是上百名年轻的深深学子 他们眼睛明亮 那样认真地看着我 我第一次用开玩笑的语气 讲述了我和我妈的故事 有很勇敢活泼的女孩子 大声问学姐 那你怎么逃脱的 怎么变得像现在这样优秀的 我转述了许昭的话 普通人的上升之路 只有苦学 永远不要想着天上掉馅饼的生活 只有一而再 再而三的 就自己于水火 那天傍晚 我回了一趟县城 我妈买的老房子 亮着昏暗的光 多年未见 她熟忍地叫我帮她 处理堵塞的下水道 然后搬了把凳子 坐在一旁碎碎念 她说 我爸这次正是和她提了离婚 那边的那个不知是小姐的情妇 终于还上我爸的孩子 逼着我爸给个名分 又说 我和小智分手 太冲动 她不同意 我只觉得可笑 把通下水的铁钩扯出来 扑哧一声 油腻腻的污水打着旋 顺着下水道流了出去 像早已被我抛在身后的她 和曾经的那些灰暗无光的生活 下次下水道 堵了别给我打电话了 我把AAA下水通的电话转给她 小区有人专门做这个的 51次 很便宜 比我来得快多了 我妈在背后大声咒骂 而我拿起大衣 转身出门的瞬间 屏蔽了她的全部联系方式 手机里 好闺蜜正发来信息 痛骂那位刚被我分手的前男友 你这样好 将来肯定能找到更好的 直属领导也发来信息 灵灵 公司同意了你的住外申请 祝你前程似锦 一切都好 出租车外 细细利利下起了雨 广播里传来那句 小鱼小鱼快快游 四面八方皆自由 全文完感谢观看